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囊事里面也不会讲这个事情 也是把它掩盖起来 也把它成功起来 拿着国府的钱 毛泽东在延安的群众大会上不是一次了 还是多次了 或者每次了都高呼蒋古人长万岁 那不合这个钱怎么来 你必须要五国 你现在是国务合作了 你尊重三民主义了 而且说实在 真正的国共合作也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如果按照中共的意思 那是不可能的 我刚刚剩一个敌人 杀了我多少人 我还跟你合作 共产国际的意思 你要第二次合作 那么中共只好结束 仍然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所以说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高呼 杀了大万岁 中共也打出什么什么是这种 国民党的国旗了 在毛的会客社里面悬挂了四尊像 中间是孙中山和蒋介石 两边是瑞宁和斯塔利 四尊像 中间的是孙中山和蒋介石 两边的是瑞宁和斯塔利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各个侧区 不光是沿岸 各个什么中共的抗论区域 都是悬化青天白日起的 1944年5月29日 陈庚在延安 当时每个人都在写整风自传 他在自传里面写 我军人屹立太阅三间 太阳山叫三间 二色余线仍飘扬着祖国国旗 实行三民主 真正的民主 那是他的原话 祖国的国旗 当时不可能是五星空气 那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 这个也是国旗 连各校当时最实心唱的歌 都是强调国共合作 两党合作 中国就兴旺歌词 两党分裂 中国就灭亡 同志们请记住 一起服从统一战线 一起经过统一战线 后来共产党当时批评王明的这两句话 但当时在延安 那就这么唱啊 这个这个这个 1940年彭德怀向中共中央报告 华北战争不是独立的 有全国抗战的配合 特别是有着全国二百几十万有军的配合 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 专门对付华北 所谓有军二百几十万 当然是国民党的军兵 而且抗大的课程里面也开设三民主义 毛对莱克强调 抗战生命以后的任务是实现三民主义 中共呢 不想把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搬到中国 实现新的社会主义 社会制度 实现新的社会制度可以通过议会票决的方式来 来干 允许宗教自由 所以1945年延安的歌曲是 看在自由幸福的散开你 人人都团结的像兄弟 在边区政府的施政下实现了真正的三民主义 而是这样的三民主义 所以当时呢中共也延缓了各种极端化的政策 同化上来像宗教啊像传统就是要是规划 就是我们再打倒传统什么什么呀 这样呢也使得部分的国内 包括重庆的主要的知识界势力去认同 这种认同呢实际上是成功过分后来在抗战以后 取得军政胜利的不可或缺的社会体制 因为必须要国重区 要国府的同侠的区域要有一定的内乱 那么1938年的初蒋介石发现巴鲁军不挺好的 那当然国民共产党你知道又要跟第一次一样的 接壳下蛋呢在你的壳内都不听你的 还要自干自了 所以蒋介石发现了国民党 发现巴鲁军不挺好的 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他的军饷给拿掉 实际上呢想是想最后还没有做 真正就是停止给军饷了 那是41年的1月发展的世界以后 就是宣布他这是叛军 其实已经是叛军 宣布共产党是叛逃 那这样呢国府就断了给中共的良详 那也句话说1937年底 一直到40年底 这样有好像有四年 他拿的是这个三年 这样就拿着响 就拿着公正的响 所以没有人想以后也很困难 这么多人 这个穷疆疲惫你怎么吃啊 所以只好大生产了 这么来的